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想孝顺是一个智慧的体现 一个了解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的生养育等等 由这样子的基本的观念了解 原来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生命存在的住院 就像我个人常常讲 离开太阳离开水离开树离开药 离开其他人离开国家社会 离开整个世界 我们都不能单独的存在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由这个观念 才有一个最健康的观念 原来我们跟这个世界众生是互相依存 互相帮忙 这是我们人类往往以为是人是万物的主宰 事实上错了 在这个六道所有众生里面 人是最渺小数目最少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活在一个人的竞争的世界 在这个小小范围我都会赢过你 我如果打击你 这是错的 所以我经常很喜欢引导大家放声 严共事实超度 地狱到恶鬼到动物到无量无边超过人的数目 如果你要执着一两个人或一两件事情你会气死 所以 所以随缘之在 各位呢 多去帮助更多受苦的众生 包括天道的寿命这么长 修罗道 只要我们人有道德 有悲心 他们都会很欢喜 被我们感动 所以各位 每天所做的善事也记得 要回向 大家都会回向六道众生 除了供养诸佛菩萨 阿罗汉修行者 我们也要平等地供养六道众生 讲到这两个平等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 最高的智慧就是绝对平等 没有分别 左手等于右手 人等于狗 灯跟桌子 这个都是一个存在的现象 它的本体都是平等的 叫空 饼干 饼干的本体是空性 当然 这个饼干要供养之前 先替父母祖先六道众生 供养佛菩萨 诸大修行者 这个福报更大 所以各位再给我念一遍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父母祖先得超度 饿鬼升天 海鲜动物离苦 人类宵夜 众生得虎 摁啊哄 好了 每天你都能够这样子做 虽然我们看手机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慈悲的聚会 所有众生都很喜欢来参与 因为有爱有慈悲的地方 大家都会来参与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不是呢是希望各位呢 你要用你的心 你的心像太阳一样 变一切处的去展现你的光 爱爱爱 你的心要像虚空一样 变一切处的是 接受一切 接受一切 所以万法平等 众生平等 一切都平等 以对待自己的方法去对待别人 不要有对立 所以凡事存在的都互相助缘 互相缘起 互相依存 互相有姻缘 互相有关系 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 兄弟姐妹最爱的人 所有众生都是未来可以成佛的 这样去看待所有生命 这生命不是光人 六到众生 所以所有世界都是我们的家 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家人父母 那希望各位有这个健康的思想 所以爱护众生就是爱护自己 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 所以每次我跟各位谈因果观念 为什么会肚子痛啊 为什么会有钱啊 因为你帮助穷人 那就是帮助自己 你救生病的人就是救自己 你去杀动物那就杀到自己 你去邪淫伤害别人感情 你就破坏你自己 所以你对众生笑 你对世界笑 世界对你笑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小小的主题 决定做好人好不好 决定做好人 这个世界上老实说 纷纷扰扰 对对错错 互相攻击 互相竞争 互相对立 但是各位 我们还是坚持做好人 不要回应坏话 别人骂我 我笑笑 沉默是金 我讲一个故事做比喻吧 有一个修行人 经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个水坑 然后呢 里面呢掉了一只毒蝎子 然后很多人看了 哎呦 不敢就碰他 这个修行人就手放下去 然后蝎子就钉他 他就快 然后再放下去 蝎子就咬他 终于把那个蝎子 他咬得紧紧的把他救上来 然后再赶快把他扳开 人家说你这个笨蛋 这个蝎子咬人呢 你干嘛救他 他说 这个修行人怎么说 蝎子咬人是他的天性 我修行人的天性就是救人自卑 这是我的天性 所以我依然要救他 各位决定做好人 不管别人怎么样伤害我们 我们依然爱对方 这是德烈撒修女说的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 制定的一种誓愿 所以因为你攻击别人就是攻击自己 伤害别人更是伤害自己 你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 当我们碰到一个环境不好的时候 那我们就当做自己的消业障 消业障 事情是不会过去的 但是对别人依然是同情 因为对方无名嘛 什么叫无名 这个人拿一只猪要把他杀掉 他认为天情地啊 我养的我赚钱啊 他认为对啊 但是对我们已经了解 我们很有福报 我们了解因果轮回的道理 众生是父母 众生有轮回的道理 我们当然不会去杀他 甚至现在很多人还 开始在慈悲不吃肉吃素 所以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要去做个决定 决心做好人 好人好到底 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 我就依然要去爱护对方 所以有一个故事我曾经讲过啊 佛陀在世 当然很多人要害他 因为大家都抢 你看佛陀佛在世 我也要做佛陀 被尊敬啊 就像一个首领一样 那时候有一个提普达多 就是影响国王 阿瑟士国王 说啊 你因为跟他讲秘密 你爸爸过去就想要害死你 好在你活下来 如何如何 那你爸爸所扶持的这个佛陀啊 是坏人 所以呢 你负责把你爸爸推下位 你就可以做 不然你将来啊 没机会 然后呢 我也想办法负责把佛陀杀掉 就这样 那个时候 国王一听 好 然后呢 就为了帮助这个提法道 佛陀有一次在森林打坐吗 坐在树下 然后这个国王就派了五个杀手 那这五个杀手就用毒箭要去射佛陀 但是有一天佛陀在那边打坐这五个杀手 占定位了 然后箭拿起来 大家瞄着佛陀的时候 佛陀有神通啊 他的眼睛就看着这五个人 用这种最慈悲最爱的眼睛看着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看着眼睛整个心融化掉 这个世界没有这样子充满爱充满慈悲 你妈妈还爱的眼神一百千万倍看着我们 各位 请记住啊 这就是方法 慈悲超越一切 慈悲三昧降众罗 佛陀已经要被射死了 他还是用这个眼神去看这个五 佛陀想的是 这个五个人他并不是真正要害我 他是被钱 那个国王用钱买的这个杀手 要杀他们 而且佛陀还知道 这五个人等下把佛陀杀完以后 等他们回去 半路 又有 二十五个人准备把这五个人杀掉 因为这样才可以灭口啊 国王才不知道这谁杀佛陀的啊 那这二十五个人要回去 后面还有一百二十五个人 又把这二十五个人杀掉 那一百二十五个人也不知道他们是杀佛陀的 但是佛陀知道 但是这五个人当他们定要射佛陀的时候啊 佛陀这个爱的慈悲的眼神看着他们 他们心里都软了感动 射不出去 剑都丢下来 心里想了 升起惭愧心 我们为了钱要杀死一个这么充满爱的人 听说他是一个修行者 五个人自动把剑放掉 跑到佛陀面前去跪啊 哎呀我们差一点 就杀死你这个圣者 看到你眼神 我们都被你感动 佛陀说没有问题 你们是一时的无名 被金钱所诱惑啦 没有关系 但是佛陀说 你们等一下千万不要走原路回去 你们先住到别的都市 往这边走 我教你们 这五个人很感动 就跪下来说佛陀啊 我们太惭愧了 我们将来能不能跟你出家 佛陀说可以的 一讲可以 你们愿意出家 马上五个人头发就掉下来 上来比丘 当然他们就这样 成为一个比丘 又没从原路 后来再生团都正了而乱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方法 决定做好人 慈悲没有敌人 慈悲没有对立 所以这段时间 我想各位 人在这个世间上啊 那分分老老很多的 那各位呢 只保持大心 不要对立 比如说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佛陀在世的时候啊 有人还是要害佛陀的 很多信徒每天下午啊 都去供养佛陀 请示佛陀 听佛陀讲道理嘛 那每次他们到四五点 很多农夫啊 商人呢就想要回家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妓女 被埋通了 他们有一些人为了害佛陀 叫这个妓女在很多人回来的路上 穿的很性感很漂亮 要去找佛陀 连续两三天 他就看到这个妓女 哇 这么晚了去找佛陀干嘛 那她还 这个妓女还 佛陀在哪里啊 我要去找她 大家都在喘一个很漂亮很性感的妓女 去找佛陀 结果到了第四天 那这个妓女被杀死了 各位 这些坏人呢 为了要伤害佛陀 叫她走三天 大家都知道 第四天呢 派人暗杀这个妓女 暗杀完以后啊 就把这个妓女 埋在佛陀住的地方的后面 然后把消息传出来 哎呀 佛陀好色啊 这个妓女 每天晚上都去陪她 然后呢 为了 杀人灭口 把妓女给杀了 大家就来调查 真的还假的 然后呢 那些人又讲了 而且这个妓女就埋在佛陀的后面的土地 大家知道 大家就去看 真的 然后那个时候国王都出面了 哎呀 佛陀你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们大家这么相信你 然后就告诉全国的人 不要供养出家人 要把佛陀赶走 那个时候出家人就很紧张啊 问佛陀什么 佛陀说 各位记住这样 毁谤不会超过七天 佛陀告诉大家 不要回应 毁谤不要超过七天 当然佛陀也跟有一些大长老说 如果去外面有人又在骂这个事情 问的时候啊 你们就回答说 毁谤不超过七天 不过真实毁谤人啊 下回会恶报的哦 千万不要毁谤 佛陀说 只这样去讲就好了 希望毁谤的人能够忏悔 结果啊 到了第六天晚上 那个毁谤 因为国王也下定去调查 不可思议 护法神的安排 这些毁谤者 杀掉妓女要嫁祸给佛陀 被抓到了 被抓到以后 第七天 哎呀国王出面了 亲自鼎礼跟佛陀忏悔 哎呀我们误会佛陀了 佛陀都笑笑 毁谤不超过七天 这个是真理哦 但是佛陀也跟大家说 我也不会怪 因为啊 我在无量寺 无量寺以前 还没有修行以前 做一个流浪人 这个流浪人呢 就是找一个妓女睡觉 睡完觉以后啊 跟妓女吵架 然后又没父亲 给人家把杀了那个妓女 而把这个妓女又 偷埋在一个修行者以前 叫辟师佛 旁边 害了辟师佛被误会 佛陀说 我过去是有这个业啊 所以无量寺的轮回 这个业我还是成熟 身为佛陀也有这个业啊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些故事 就让我们自己知道 每一件事情有因有缘 但是 同样我们要 想要帮助众生各位 所以我的师父才跟我说 要耐得起孤独 你越想要帮助众生了 别人就是越想要 去阻止你 所以这个事有 你越想要利益众生 障碍就越大 所以佛陀说 你不做事也被骂 你做一点点也被骂 你做很多也被骂 佛陀常跟比丘说 你们要出去帮助别人了 你不管做什么都会被骂 但是我们的力量就是忍辱 但是在忍辱还要充满了爱 对方不了解嘛 所以我很期望各位 不管看到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非非 我们保持沉默 悲心啊 因为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堪忍五着恶事 如果这个世界有究竟的真理跟快乐 我们就不用发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说是吗 但是这个世界是我们觉得 可悲可爱的地方 好人做到底 那还有一个故事各位很熟了 《金刚经》里面讲的是空性 那如何表现在行为上面 以前佛陀做忍辱先人 在树下修忍辱 为了帮助地方 各位很重要啊 今天可以生气的地方 你不要生气 你就可以改变气氛 改变福报 让他有福报 那这佛陀做忍辱先人 在树下 这样修忍辱帮助的国家 结果这个国家复兴以后 跑起来以后 他们的国王叫歌力王 开始要打猎 打猎的时候呢 就追着路 路还知道 哎呀 树下忍辱先人有爱啊 所以各位 有爱的人 动物会接近你的 这一顿路就往忍辱先人后面跑 然后国王追到他面前 顾问树下 哎修行人 你有没有看到一支路路 我明明看到 这个时候当然没有骗他了 这个叫方便 骗众生跟非骗众生 非妄语 在你的动机 如果你的动机是自私的 自己有利益的 那这样叫妄语 如果你的动机 我骗你 是为你好 将来呢 慢慢再跟你解释 那这个叫善巧方便 这个还是个善业 所以忍辱先人说 没有没有我没看到 哎呀 国王就生气 你在这边干嘛 你怎么可能没看到 你坐在这边干嘛 我说修忍辱 修忍辱 等一下用刀子砍你 看你忍不忍 结果忍辱先人 当然要救路说 没有 我在这边修忍辱了 然后国王就咔 一刀砍了 把他耳朵砍掉 两个耳朵砍掉 手脚短掉 脚砍掉 但是 当这个忍辱先人 眼睛都被挖掉 躺在地上的时候 流出来是白色的血 各位 那时候 隔离王吓坏了 怎么会白色的血 难道我杀到圣者了吗 杀到圣者了吗 哎呦 赶快跪下来忏悔 结果跪下来忏悔 天摇地动 那个时候 我们忍辱先人 不但没有死 他就发愿 如果国王断我手脚 割我眼睛的时候 我起称恨心的话 那我就死掉 如果我不但没有称恨心 我对国王还是充满了悲心 愿国王将来可以解脱 让我恢复原样吧 不要让国王痛苦啊 崩就恢复原样 各位 这个叫无我空性 充满慈悲 这个讲空就是要消除 我被杀的观念 根本没有我 生命的力量就是 永恒的悲心 慈悲没有对立 没有敌人 那个时候国王看到这个现象 跪下来忏悔啊 跪下来忏悔 发愿做我一个永远的好人 我从今天开始 告诉全国老百姓 绝对不要杀害任何野生生命 保护所有修行者 啊 不得了了 这个国家就变成更风调与顺 更复述 各位 修行就是如此 这个叫金刚经 金刚就是不变的安住在真理的状态 不变的爱 接受一切 却充满慈悲 所以我今天要邀请各位大家一起来做好人 千万不要被金钱啊 被自己的自私啊 有时候做生意 我做生意 我就是为了自私 所以我要去攻击我的对手 事实上我们对手的东西搞不好品质都比我们好 但是没办法 那这个就是错误 啊 今天拿人钱财 就像那五个杀手 他根本不是要去伤害佛陀 但是拿了钱 佛陀还同情他们 拿了钱 我们故意去伤害别人 自己 就像佛陀跟大比 就是说 跟他们讲 毁谤 伤害别人 将来很可怕的 啊 毁谤了我人家去做善事 毁谤了佛法生三宝 下无间地狱了 现在可能有一点钱啦 蛮快乐啦 这个骂别人骂完以后 心里很舒服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这个地狱 最短一百九十一年 特别毁谤到真理 像无间地狱呢 拿着百千万亿的 不停止的痛苦 想到这个我们就 替他可怜 啊 所以我们修行人 在这一点 做个决定 不伤害任何众生 当我们 归伤宝 我们就发这个愿 啊 你把我打造肉酱啊 我还是不伤害 不 任何众生 做坏的人 我们反而对他慈悲 对他慈悲 啊 那慈悲的去感化他 去承担他的痛苦 这个就是要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不做一个决定 那 那修行有什么意义呢 修行就是在爱众生 慈悲众生 度众生 那众生白白众 但话又讲回来 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如此 这段时间 新冠肺炎传扰到 全地球世界 这个时间是一种 在地球的恶业显现前 什么都不好了 就像一个人 而身体突然生病了 然后扩散了 这个是恶业现前 这个时候怎么干嘛 赶快忏悔 不要抱怨 这段时间 除了忏悔 不要抱怨 我们大家多吃素啊 多救生命啊 多一点慈悲啊 就是这个方法 各位也是这样子的 人格心态 行为状态 就是因为啊 你才有这个功德力 供养往生者 要解吗 功德力不是用钱买啊 功德力不施 是可以得到福报 但是你要有功德力 慈戒啊 忍辱啊 智慧啊 慈悲啊 这个力量才可以真实超度 不然不施 比如说他在二轨道 没得吃 你帮他不施给这个 他可以吃到 但他还是在二轨道有福报 但是你去 你去慈戒 或是你去供养修行的慈戒者 比如供养慈悲的人 以他们的戒的功德力 慈悲的力量 他可以升天 那如果我们自己 大家都守戒律啊 慈悲啊 这个还是修行 所以你要抱父母 甚至家里有人生病 那你就七天七夜 吃素 不生气 多去慈悲 思维真理 这以你的人格 所做的善事 那这样这个功德力 可以帮助往生者 可以帮助生病的人 可以帮助 这段时间 为了新冠肺炎 赶快过去 我们一直鼓励大家 最近 大家都保持持非心 吃素 杀生 多救护各种生命 多供灯 供水 多烟供 要供 大家来承抵 承担起 整个世界的责任 那个叫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把你的爱 把小我自私的爱 扩大为无量无边际的爱 去爱所有生命 去爱所有地方 去爱所有世界 去爱所有宗教 以这个爱 发愿 一定要成为一个圆满 救度 所生有能力的觉悟者佛陀 那叫菩提心 所以大悲心而变成菩提心 这样来圆满一切 所以我想 在特殊的时间 期望大家好人 决定做好人 什么是好人 在家孝顺父母 在学校恭敬师长 乃是疼惜社会 尊重国家 以这个为好 再来呢 消极的 绝对从今天开始 不杀害任何生命 从不杀人 到所有动物 不偷到任何人财物 不邪淫 破坏别人家庭婚姻 也不要婚前性行为 第四 不骗人 例如 不喝酒 因为这个喝酒会乱性 喝酒抽烟吸毒 那基部各位呢 又能够多吃素 少吃肉 因为你知道 这个吃肉就是间接杀生 我们不吃这个动物 就不会被抓 被杀 被伤害 不然呢 就会造成你的痛苦 我老实说 我曾经看到一个 比较很痛苦的事情 有一户人家 为了要煮一个猪腿肉 然后呢 这个 忘了时间 起火栽了 起火栽以后啊 然后呢 大家当然去救火啊 好在没什么事 结果我也去了 那个时候我一看到 哎哟 哇 他在煮猪腿 然后变成 火栽 烤了嘿嘿的 那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打坐的菩萨 就给我偷说 师父你知道吗 这个老菩萨 这个 煮的那个猪腿肉 是他过去世的儿子 我一听心也伤心了 人就是这样 不了解轮回道理 你所最爱的变成你 最伤害他最重的 就像各位常听我讲故事 有钱人要抓一只牛来杀 结果那只牛是他的爸爸 牛为了这个家里 这个爸爸赚了多少钱 做了很多恶业 才会堕落做牛 又执着儿子 就会头疼在他家里 结果呢 他已经杀这只牛杀三次了 这是第三次牛掉眼泪啊 好在佛菩萨持被安排 摄利佛尊者有神通看到这个事情啊 跟牛主人讲啊 这个牛是你爸爸 他说你不要乱讲 不然你叫他到后面 他以前还有一些钱没挖出来 你叫他带你去 这个牛还真的去了 把他挖出来 这个牛 这个主人一看 他那个眼睛还真像他爸爸 又掉眼泪了 牛掉眼泪了 所以他终于知道我爸爸怎么变牛 当然不杀了 从今以后不敢杀了 把这牛还送到寺庙供养钱 请寺庙照顾这个牛 抽度他的爸爸 所以各位 你吃得到了杀得到了 都跟你有缘哦 欠我们债还没欠完哦 父子相欠债 这一点各位要了解 就像他们讲说 这个牛羊两边坐 这个祖宗在中间 这什么意思 年轻人为了要结婚 结婚啊 他娶的是他的老祖母 老祖母投胎又做他太太 娶的是他自己的老祖母 结果这些亲戚朋友 哇 原来过去是牛羊 被自己的祖先吃掉的牛羊 像祖先变成肉 然后被这些牛羊来投胎的亲戚朋友吃 你看这个世界颠不颠倒 娶的是自己的老祖母 这个就是轮回 对一个觉悟者来讲 他看到这个真相 觉得痛苦啊 这个世间真的是痛苦啊 不管你外表多堂皇啊 穿的西装漂亮 结果吃了这么多海鲜 特别是活活的把它杀掉 多残忍啊 但是我们外表可以用漂亮的衣服来包装我们 所以我常背这句话各位要背哦 不要让厨房成为屠宰场 不要让冰箱做冰仪馆 不要让你的餐桌变成杀乳战场 不要让你的肚子变成动物的浑木 身而为人 是有智慧的 有感情的 你要去了解这个真相 所以很多人说我心好啊 但是他在杀生 这不是好人 好人要做到底 从几年以后 不伤害任何众生 还进一步爱护救护所有众生 由不杀生变成吃素 更要放生救命 发愿保护所有生命 从不偷盗 还要夺不食帮助贫穷者 而且创造别人创业的机会 从不协银 各位还要修罢宽再戒 断淫欲 劝人家 我还是必须讲 你过去有邪淫 怎么忏悔恶业 除了发愿不邪淫 忏悔过去的恶业 不行 还要广为宣传 告诉年轻人 告诉结婚的人 不要邪淫 邪淫以后就是堕胎就是杀生 这个问题可怕 可怕了 然后就会骗人就是忘 所以有消极的不杀生 变成要救护生命 有消极的不偷盗 要帮助大家都 发财赚钱 不实 有消极的不邪淫 要祝大家有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生活 乃至哪一天 可以把淫欲的力量 变成一种愿力 以及利益众生 第四 不骗人 不但不骗人 各位要讲真实帮助别人的话 不恶口 不要骂人 还要讲柔软语 不两舌批评 这个世间 你要找到没缺点的人 几乎没有了 各位 看自己的缺点 不要批评别人的优点 不要批评别人的缺点 要多讲别人的优点 而且不要讲没意义的话 风凉话 还要讲对对方有帮助的话 这个讲话 消极 不骗人 还要积极 讲真理 告诉别人离苦得乐的方法 第五 不喝酒 还要保持清静 冷静的头脑 分析的头脑 就为别人想 很多人问我如何开智慧 开智慧就是你多为别人想 你就开智慧 你很自私就不会开智慧 自私就 我 我先生 我太太 我儿女 就是个小范围 那不自私的人 我们国家怎么办 我们这个世界怎么办 所有人类怎么办 所有动物怎么办 所有牛怎么办 你要为他们想 你就开智慧 慈悲是开智慧最快的方法 所以决心做一个好人 基本上是不伤害任何生命 而且这生命不是人 众生平等 积极呢 要去帮助所有生命 但是帮助还分两种 一种是让他暂时快乐 第二种的帮助才是 旧静的快乐 让他永远没有痛苦 我们叫解脱生死 解脱生死 我们叫涅槃 这个解脱生死 生从何来 到底生快乐还是死 从生到死都是痛苦 生从何来 生就是因为我们有 照这个夜报 这个有就来投胎 这个有从哪里来 从无死的开始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然后就照做 然后呢 产生意识 然后来投胎 就有六根 然后就有感受 有感受呢 他就会贪爱 贪爱就会执着 执着就造成轮回 有了轮回 就会生老病死 又被苦恼 就生生世世 那各位要把这个道理 告诉别人 就像老师说 我现在在这边讲的 都非常非常的浅显 因为在对整个社会大众 我们应该讲 一种大家听得懂 而且可以接受的 而且合法的语言 所以让大家了解 这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呢 千万不能自以为说 我 我在做某件好事 就去伤害到其他众生 伤害到其他人 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好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有一千个人 但是我可以伤害一个人 而且或伤害一个动物 除非你愿意承担这个恶业 你愿意承担这个恶业 而且你也要去了解真相是什么 所以在这种 我们叫说婆世界 叫五卓二世 各位要有冷静的眼光 去分析 但是动机 动机 要充满了善良 充满了爱 所以由世间的好人 孝顺 尊敬师长 帮助穷人 到一个帮助众生解脱的好人 有智慧 有慈悲 每个人都如此的来尽力 这样最圆满 那我还要再讲两个故事 我觉得现代人也喜欢听听 好听的有意义的故事 那过去有一位长者 他家里很有钱 堆满了金银财宝 也经常供养修行人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小孩 因此他们经常去祷告啊 祷告啊 去求 后来没多久 他太太怀孕了 竟然生下一个儿子 那这个小孩子 累次的福报很大 为什么 他一生下来 其中一个手指 就会发出异常的光 而且这个光 可以照到十公里这么远 那当然做父母 非常欢喜啊 举行大宴会 大家都来庆祝 那为了 并且 跟这个儿子取名字 所以 然后每个人都来看着小孩子 哇 手指头这么亮 啊 所以后来 有一位修行者说 啊 这是应该是天上的 大天神来投胎了 所以 这个时候他爸妈更高兴 举办了七天的 大布施法会 然后 这个事情都传到国王 结果国王有一天 就请人家把这个小孩 报到皇宫来 那时候阿瑟士王 那阿瑟士王在报到皇宫的时候 刚好他里面有事情 结果 爆来人就在门口等 结果阿瑟士王在里面 嘿 奇怪怎么阳光通通跑到里面来 整个皇宫 任何一个黑暗的地方都变成亮 跑出去看 哇 原来是这个小孩子啊 啊 哇 以为是什么 什么佛啊 什么神啊 原来是小孩子 所以人家就把这个小孩子叫灯子 叫灯子 所以 后来国王还不相信 他想说他白天放光 晚上会放吗 利用晚上做大象 小孩子放在前面 结果 晚上一出去 整个森林变成光明 所以 这个小孩子因为如此 大家都 非常欢喜 所以呢 也国王也对灯子全家赏了很多珠宝啊 希望他们好好保护这个小孩子 后来 小孩子慢慢长大了 然后呢 他爸妈也帮他准备了很丰富的聘礼 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太太 他们的家的事业越来越大 但是各位 这个世间变化无常 有胜有衰 有核就有分开 后来灯子 他的爸爸妈妈往生了 那 就像太阳 命运改变 太阳到黄昏了 结果呢 慢慢 这个灯子因为他在 安逸的环境长大 没有工作能力啊 每天享受啊 结果 花钱无数 挥霍 慢慢慢慢慢慢 没钱了 但是有一天 这个城里面办一个大活动 那灯子那一天 当然也穿了他最漂亮衣服去参加 我去参加以后啊 等他回来 全家被盗贼啊 偷的一什么都不剩 啊 结果他昏倒了 他从此变成一个最重的人 他看到自己就昏倒了 别人还要泼了冷水 他才醒过来 结果这个灯子醒过来 他就想 我爸爸一辈子赚了这么钱 啊 为何我没有办法帮我爸爸呢 我现在好吃懒惰 又被人欺负 我什么都没有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 灯子他手上的光 连那个时候都不见了 连光都不见了 他太太也离开了 庸人也跑走了 亲戚朋友都跑走了 他 剩下一个人 剩下一个人怎么办 变成乞丐 后来变成乞丐以后 他到底要做什么 没人给他做事情 后来别人帮他介绍一个工作 抬尸体 大家讨厌印度人穷啊 就把尸体抬到河边去烧啊 那有人听说 灯子没工作就介绍他去了 那灯子也没办法去了 结果有一天他把身体 死掉的身体 要抬去丢弃的时候 到了浑木 就河边的地方 要把身体放下去 这个死掉的尸体 就抓了他身体 永远都不放 结果他就背着身体到处跑 结果每个人看到这个灯子 背着死人跑来跑去 怪怪的大家丢石头啊 伤害他 后来灯子实在没办法 只好跑跑跑 跑出门 所以灯子跑到很多地方以后啊 然后全身都是伤 后来 到了门外 出门根本没地方住 守门人看他这边哭 只好给他放进来的里面 找了一个地方给他住 啊 结果灯子进了这个地方以后 突然 这个尸体 他身体掉下来 掉下来 他怕坏了 赶快想要跳离开 昏倒了 结果等他醒过来 再看那个尸体的时候 诶 那个尸体的手指头 变成黄金做的 但是怎么会发亮 他心里虽然会怕 拿着刀子往他 这个黄金的手指切切看 然后刀子 怎么切也切不下去 居然是真正的黄金 灯子那个时候很欢喜 所以他又开始去割其他的部位 包括头啊手脚一割下去 不但可以拿到 而且又长出新的 手指头变成黄金 那个时候 灯子又开始恢复了 就像国王收户国土一样 变成非常有钱 一有钱以后 太太啊仆人 亲戚朋友 通通回来了 那个时候灯子自己就想 真奇怪啊 富贵的力量真大 能够让世间一切很快就回来 但是更奇怪的 贫穷的力量更大 让世间拥有一切的快乐 都会离开我 先前我贫穷 亲戚朋友都跟我断交 没有人跟我讲 而现在 他们看到我有钱 就极力的对我好 十分恭敬 所以一个人 看到这样 那自己也有觉悟 在这个世间 好像只有有钱才是好人 所以 那个时候 他就一直在思维这个事情 后来这个国王 又听说灯子恢复原来富有 就派别人来 想要跟他 讨这个财物 但是 只要从灯子拿回去的财物 到国王的面前 都会变成尸体 所以国王也觉得很奇怪 后来灯子亲自送过去 才会变成黄金 所以那个时候灯子啊 自己就慢慢的开悟了 连国王现在对我那么好 所以 他自己做了一个祭送 他说 人类的欲望啊 动来动去 就像这些 电毒啊 有电的蛇啊 虫啊一样 但是快乐 一下子就会变化 我应该舍弃这些 他有点开悟了 后来这个灯子 他从 这个变化以后 他不太执着 他把所有的财宝都布施了 就跑去找佛陀 出家 而且非常精进 后来证的阿罗汉 但是证的阿罗汉啊 那个 尸体财宝 永远跟着他 让灯子永远不得浅 后来就有其他的比丘问佛陀 后面是重点 前面是描述他这一辈子 他说有人问佛陀说佛啊 为什么这个灯子比丘过去是什么因缘 生下来 手指头就会发光 过去是又什么因缘 后来变成贫困 然后又是什么样的因缘 然后会看到一个如宝物的尸体 一直跟随着他呢 佛陀就回答大家说啊 大家注意听啊 我来解说这个因缘果报 大家对这个最有兴趣了 他说 灯子比丘过去世啊 曾经生在一个大长者家 小时候他有一天去外面玩 结果回来的时候 门已经关掉 结果他就在门口大声喊叫 没有人开门 过了很久 他的妈妈才来开门 因此 灯子比丘那个时候 对他妈妈生气了 就骂他的母亲说 我们是不是全家都去抬死人啊 全家都被抢了 为什么没有人来帮我开门啊 各位 这样一句话骂妈妈哦 灯子因为造了这个口业 死以后下地狱 第一月报以后又投胎做人 做人以后得到贫穷的果报 你看灯子全家都被抢了 只能去抬死人 因为他开口这样骂 那佛陀又说了 那为什么灯子的手指头会发光 有这个尸体的宝物跟着他呢 佛陀说 在过去佛的时代 佛陀往生入涅槃 那个时候一样有佛法 那灯子当时候做一个大长者 家里非常有钱 有一天他在外面去佛塔 去拜去拜佛 见到一尊佛像的手指头断掉了 那这个有钱人就想办法把它修复 而且修复完又用金箔修复了佛陀的指头 修好以后啊 各位就要学哦 他就对了这个佛像发愿 我今天以供养香啊花音乐啊 修佛像的功德 愿我生生世世都投胎到天上或人间 都可以享受富贵龙华 就算失去了也会再恢复 能够让我生生世世在佛法中修行 各位就发了这个善愿 那灯子比丘就因为这样修复佛陀 我指头的因缘给他贴黄金金身 生下来有花光的指头 而且私宝俱举 为什么他把佛像都修复了 所以连尸体都变成黄金珠宝 俱举跟着他的果报 生生世世 但是因为过去骂妈妈 这个口业让他下地 而变成贫穷的果报 所以以如此修复佛像的善业因缘 能够生生世世大福报 一直到涅槃正在阿鲁汉 供养佛陀的形象就有如此的功德 何况各位今天你听我在讲这个道理 叫什么 供养法身 为什么 真理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听这些真理的故事 因缘果报 空性 慈悲 这个叫法身社理 当然 世间人就从造佛像开始去做 慢慢开始供养真理 更重要的 今天我们讲决心做好人 各位你用生命决心去做好人 这个好 好到众生都离苦得乐成佛 那你这个供养真理的果报 超贵供养佛像 再讲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大家来听听这些真理的故事就好了 因为最近我们提倡点灯 灯 特别各位到晚上 悟七妈还点了那个灯 树油灯 比黄金还美 这个光啊 可以让那些孤魂野鬼都看到他的亲人 但是最重要 这个光啊 我们要观想变成极乐世界 每一个光都变成佛一样 让他们进入极乐世界 看到诸婆的净土 太慈悲了 所以 有一天阿南就问佛陀啊 他说佛陀啊 我想要问你 过去是种下什么善根啊 今天 你可以得到无量百千万灯 一直供养你佛陀 因为 各位都知道 这个阿瑟斯王翻了座啊 结果他曾经七天七夜六十八公里 点满了所有的灯啊 输油灯 印度时候去供养佛陀 佛陀经常很多这样大供养 那佛陀就回答了 他说在过去节 有一个国王 他的第一个夫人生下一个太子 生下来身体就紫金色的 而且相貌长得非常庄严 这个太子长大以后啊 就出家修行 成为佛陀 所以 教化的众生非常的多 所以希望各位要发愿 成为一个圆满的觉悟者 具足了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利 大神通 去利益所有众生 这个是生命的意义 要定 那那个时候 这一位王子出家成佛了 当时候国王就请了佛陀 跟所有的修行人到宫中 接受供养三个月 在以前有节下安居嘛 其中有一位圣吉比丘 他就发愿 他说 这三个月啊 他要做点灯的护法功德 那他发了这个愿 所以他每天都忙着下城里面去化园 来求灯油啊 灯芯啊 等用具啊 要来贡满三个月 那个时候 国王有一个女儿啊 叫摩尼 他在皇宫住在高楼上 每天都看这位圣吉比丘啊 在城中奔走 心里就对他产生一个尊敬 哇 这个比丘这么认真 然后呢 就派人家去问说 这位比丘 你负责什么工作 那比丘就对过来的人 回答说 我负责发愿这三个月啊 来用各种的灯啊 供养佛陀跟所有修行者 这个工作 所以我每天都要想办法去 跟人家化圆灯油啊 灯芯啊 种种的用具 那这个被派遣的人回去 就报告公主 公主很欢喜 就说 从今以后 请那位圣吉 书家人 不用再去化园啊 醒起了 我公主 会供养所有点灯所需要 那圣吉比丘听了很高兴 从此以后 公主就天天 这三个月派人送灯具啊 灯油灯芯 去供养比丘 比丘就非常诚心的 更庄严的 把这个供灯做了很大的供养 后来三个月到了 佛陀就要赞叹功德主 就当众跟大众主 这一位圣吉比丘 他发愿供满了三个月 佛陀跟整个僧团 他将来可以成佛哦 名为燃灯如来 灯光如来 哇 大家很高兴啊 合掌尊敬这位未来佛 那个时候在旁边的 国王的女儿也是这个佛的 妹妹听到了 公主听到了 摩尼公主听到 是想说 点灯供佛所有用具 都是我供养的 那这位比丘得到受祭 我却没有 他就自己跑到他哥哥 这位佛的面前 对佛陀说了这个事情 那当时候这个佛陀 听到了摩尼公主 就对 也跟他受祭 你未来以后 无量节以后 你也可以成佛 名叫释迦摩尼 而且十种功德具足 叫十号具足 这个就是佛陀被受祭 圣吉比丘被受祭 南灯如来 佛陀被受祭 释迦摩尼佛 所以我希望各位了解 这个因缘 以后 人家要供灯啊 出游啊 出灯心啊 出灯剧啊 所以 然后自己也要发愿 所以 更不可思议的 这个公主听了以后 非常的欢喜 她本来是个女人呢 马上变成一个大丈夫的男人 变成大丈夫男人 可以跪在他哥哥 成佛的哥哥面前 鼎礼 祈求出家 佛满他的愿 他就精进修行 所以佛陀就说啦 我就是因为过去是这样很喜欢 布施点灯的功德 无量节 我都可以享受极大的福报 无论在天上 人间我都享受大福报 所以我鼓励各位多点灯 现在灯具因为大量的制造 很便宜的 各位都可以去自己请 所以 而且佛陀就跟大众说 因为我常点灯的功德 我身体的形象比一般人殊胜 到今天成佛 还是大量的在被供养 点灯的功德 所以 我想 我们今天 时间 差不多 我就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但是 好人 决定做个好人 我常讲 这个世间 没有比做善良 道德的好人更重要的事情 那 好人要有好心 好心要有智慧 那 你生生世世就有好的福报 去帮助别人 但是如果碰到逆境 那 我们也不用怪别 那是我们消业障 积功德修仁路修慈悲 最好的助言 然后 希望大家 经常能够和谐相处 也希望大家 都看一些经典 因果书籍 决定你的一生 好人 我也希望将来 更多的姻缘 大家能够有机会 多在一起 共修 大家广修功德 回向给我们的社会 国家 更加感恩我们的父母 祖先 也回向给整个世界 法界 因为 缘起互相影响 一个人的心态 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哦 一个人决心 吃素 不杀生 那就是在对整个世界 在影响 多了你一分的力量 如果更多人 大家能够号召更多人 来修慈悲心 做好人 做善良 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当然 最主要我们要让觉悟 觉悟 真相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合合 只要是因缘合合 一定是变化无常 各位要接受无常 只要是因缘合合 就没有单独不变的我 所以叫空性 你要了解这个 那这个世间不是要来享受的 来得到成就 这个世间来体悟这个无常无我 那这个世间要做的就是慈悲 我们是为了痛苦的世间 而成为佛陀 来救助这个世间 而不是来消费这个世间 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 那唯有成为一个有空性 大悲心佛陀 不但自己圆满 也可以帮助世间 最后我们把大家发愿 决心做好人 乃至广修功德 敬畏来寄 那一起来回向 回向给现世者 回向给亡生者 回向给肺炎确诊者 乃至死亡者 回向我们所有人类 部分宗教的各种祖先 回向给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 所有六道痛苦众生 都是我们供养回向的对象 所以请观念 愿意赐功德 庄严福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图苦 若有建文哲 西法菩提心 尽此一报声 通生极乐国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